这一对喇叭 这个声箱就好像很平常 但你看看这个 是很不尋常的一个设计 它有一个近乎一寸的 阿加力橡板在这里 然后上面 就安装了一个 中音和一个气动高音上去 如同你看到通通透透一样 其实它是一个前后发声的设计 这一种设计 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因为它后面都是同样出声的 那种感觉就是有点像屏风喇叭 因为除了你听到正面声之外 应该说整个空间都会变成一个巨型的喇叭箱 那种开扬的感觉 是一种传统声箱的喇叭 给不到你的 但是它有趣的地方就是 它每样东西都控制得很好 包括这个像板的阔度 它的单元的选择 所以大家是不用担心 怎样去摆位 会不会和其他喇叭不同 那我试听的时候就发现 其实只是需要像一般喇叭 那样摆位 你无论是Toe In 也好 你打直也好 它出来的效果 其实都和这个传统喇叭 不会太大分别的 但是那种开扬感 就是所有喇叭都比不上的 大家好 我是陈慧昌 Hi-Fi Review 的陈慧昌 在我身边这一对 这么别致的喇叭 它是来自波兰Cordial Audio 它是我们第四四九期的封面之一 是来自波兰Cordial Audio的 它是来自波兰的 近年可能大家都会比较留意到 就是波兰是一个Hi-Fi的伸势力 近十年来说 它不同方面的牌子 不同方面的音响产品 其实冒起得很快的 大家可能最初是会了解它的线材 然后现在了解它的喇叭 但是其实它整个国家 本身有很多不同的OEM ODM的机构 是帮着不同的音响牌子 去研发生产它的产品 而它们本身的抗音机 不同的数码产品方面 都非常之强的 这个是得益于它们国家的政策 它们有很多人才 而它们国家的政策 也都鼓励它们发展Hi-Fi这个行业 它们首都华沙的音响展 是现在东欧最大的音响展 在这方面它们发展得很蓬勃 去到近年开始累积了足够的经验 去令到它们的人可以走出来 建立自己的牌子 所以大家就会好似一下子 看到很多来自波兰的牌子 也是实力很好 比较划算 很有新鲜感 而Clorio Audio 它本身就是这样的背景之下走出来 这对喇叭不单的设计理念 它所用的单元 它的声音很独特之外 它也是很划算的 而它们本来在欧洲 是走直销这条路的 所以它们的网站会有很多很详细的资料 图文甚至片并茂 去介绍它的理念 怎样玩 甚至详细到 例如它介绍它的钉脚 它四个很厚重的钉脚 是很好用的 但是它也有说 就是假如大家想进一步的时候 究竟什么的升级霸振脚 是会比较配合到这对喇叭的特性 而它也很贴心地带来了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很多喇叭都有的 它低音反射孔的棉花塞 就在双背后面 假如你真的很贴腸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来控制下低音的分量 另外一样东西 它就跟来了五种的电阻 它除了常见的加零DB之外 其实它还有一个是有增益的 其余三种就是高音减衰的电阻 你可以眉调 究竟高音分量是怎样 如果你的聆听空间是比较硬的 比较多反射小吸音的话 你就可能需要去减少少它的高音 它每样东西都很详细 我想所有的发烧友都希望 有厂家可以这么详细去指引一个方向 究竟是怎样玩 大家行错路的机会就会小很多了 虽然Hifi来说 交学费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来的 但是其实那些钱出来 荷包都会痛的 所以既然有厂家这么详细去 告诉你究竟是怎样玩 往后的路是怎样做的时候 走少很多冤枉路 是这个很有趣的地方来的 也是这个牌子 和其他牌子很不同的其中一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高音单元 它是一个气动高音来的 来自这个德国Mundo 用这个单元的高音纳扎厂 其实都不少的 例如Gifron它的旗舰喇叭 就会用了很多这个系列的高音 但是长度会比这个高音 而今次Clorio 这对喇叭 所用的版本就是比较常见的面积 所谓常见面积 它的发声面积 都比一般的球形高音单元大很多 所以它的能量可以很强 反应可以很快 我一开声它有一个特点 是令我觉得感受比屏风喇叭 就是它的听感好像传统的号角喇叭 但是为什么似呢 它有那种很辉煌的感觉 高音能量会很强 但是又不是刺耳的 很纯粹 但是很光辉很辉煌 而整对喇叭的音色 比较偏向小小暖光 金黄色 那种华丽 是会有传统号角喇叭的感觉的 但是它也没有号角喇叭的缺点 就是首先它不会令你觉得高音很刺耳 很有攻击性 它的指向也不是很大的 那你既可以大拖烟也好 你可以完全将对喇叭平排没有拖烟也行 它的扩散角度也很精良 结像也很清晰 另一样东西就是因为它没有号角 所以它可以避免了 号角不多不多 会有种围着你嘴里说的那种萌的感觉 它其实是不会有的 那么它将那么多不同的喇叭的优点结合在一起 然后又不会觉得很突压的 每样东西都融合得很好 就是这对喇叭很吸引的地方 也都是我想 这对喇叭之所以有些 好角的特性那种辉煌的感觉 某程度就是来自这一个单元 那么虽然它的能量比较强 它比较辉煌 但是它不刺意的 平顺的 它的量感多 但是不会影响到全频的平衡度 当然啦 我刚才也提过就是 厂方提供了几款的电阻 它有其中三款电阻 是去降低这个高音的量感的 那么可以配合到不同的空间之余 假如你是喜欢比较柔和一点的声音 甚至你真的比较怀念一些以前 舊时代的喇叭风格 那种比较温柔的感觉 但是又想有那种耗角的感觉 怀旧多一点 那就可以尝试一下 去将它的高音量感减少一点 那么另一个呢 之所以说怀旧 就是它的中音单元是一个子盘的单元 那子盘的单元 大家都会知道就是 很多比较旧款少少的喇叭 有回历史地位的喇叭 其实它们都用这个子盘单元 那当然这个单元呢 它就不是真的很旧的 所谓子的物料呢 近这几十年其实改进得很厉害 那现在的子盘单元的性能呢 跟以前的子盘单元的性能 其实已经差很远的了 但是它又可以保留到 以前子盘单元的那种韻味 而它的能量 它的分析力 它的功率承受能力 都已经不是以前的单元可以比较的 所以加上这个喇叭 它虽然有令到你觉得有种怀旧的韻味 有这个屏风和号角的混合体 也都有这个传统喇叭 很容易摆位的优点结合在一起 它本身的声音特质 它的音效 它的分析力 它的低音下潜 它的高音的辉煌 和向上延伸 每样东西其实一点都不古老的 我们不看数字 只是听感来说 你不会觉得它的还原能力 它的细节的丰富量 它的信息量 和它各样东西给到你的层次感 定位那些东西 是很古老的 你现代喇叭的审美观 所有的东西去套下去 它是一点都不舒适的 那刚才有提过 这对喇叭的设计理念 虽然它的高音 它的中音 是开放式帐版来的 那刚才我提到的摆位 你可以当它是一般的喇叭一样去做 没有什么需要去很介意 或者很特别在意的东西 而你想帮它配些什么信愿和线材 我觉得大家应该选择比较中性 和能量比较强 尤其是抗音机的话 电流量比较大 是一个好的优势 当然它一点都不难推的 它可以很容易推到好的密度 好的结像 好的低音 而且它本身的特性 已经很有华丽的音色 温暖的音色 其实你不需要滋识这东西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Coreo Audio 推出这款喇叭前 它们其实是出了一系列的全频单元 但是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现在终于出自己的喇叭 它就没有用自己的全频单元 反而它用了另外一个 同样是新兴势力的一个产地 就是印尼它出产的单元 那么这款中音 这款低音 都是来自印尼SB Acoustics 的单元 这一间印尼的单元厂 其实规模很大 它的工程师都是来自欧洲 虽然在印尼设厂 但我猜是印尼有成本的考虑 它成本低一点的话 它出产的单元就会比较有竞争力 但是呢 官乎这两年的世界各地的音响展 包括莫尼克音响展 台湾音响展 以及一些比较大规模的音响展 都会见到SB Acoustics 的参展 它们的单元很多元化 既然有纸盘的单元 有全频单元 有不同金属的单元 甚至近来比较常见的 一种阔身偏积的碳纤维单元 即是很大的格子的碳纤维单元 其实它们都有出产的 那很多外地的欧美工程师 其实都已经是对这间单元厂的出品 是有很多赞赏的 而这间单元厂本身 它也有一些位于北欧的顾问公司 都是同一个集团的 那些顾问公司是帮人做什么呢? 除了单元设计之外 就是喇叭设计 甚至其他音氧器材设计的顾问 所谓顾问 其实很多时候它们不只是帮人去修改 帮人去测量的东西 甚至其实是提供一个完整的方案 给一些小品牌去做的 那这对喇叭可以说是两大 新兴的Hi-Fi 势力 即是波兰和印尼的结合 所以它带出来的新鲜感 是由各方面各方面都有的 有很多人 不需要尽量的 如果您看完整的 看完整的 你也不需要尽量 你不需要尽量